这个国际大头条太震撼了 观众朋友 真主党超过4000名的成员 居然同一个时间 配挂身上的BB Call 同时被引爆 将近20个人死亡 超过4000个人轻重伤 现场犹如大屠杀一般 你想 像不像我们看过那部电影 金牌特务 被植入晶片的每一个政商民流 一个按钮下去 通通引爆 太可怕了 而更让人震撼的是 这一批呼叫器背后公司的地址一查 居然来自台湾 今天马老师要告诉我们 怎么可能这么单纯不过的BB Call 会被安装的隐形炸药 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背后真的是摩萨德吗 我们一开始放了一个 Kingsman的影片 给观众看 是 金牌特务 那是金牌特务店里面 最夯的一幕 棒棒棒棒棒 大家脖子这边 被植入了晶片 是 然后瞬间引爆 棒棒棒 世界全力重新洗牌 对 这个世界的权贵 通通都走了 当时看 哈哈一笑 这种事情在现实 假的 不可能发生 就没想到 以色列 摩萨德 居然做出了 惊天动地 我是认为是 毁天灭地 的一场戏 居然 在5000个BB Call里面 变成 死亡杀人利器 现在已经知道造成了 11死 4000伤 几千个人 集体爆炸 这是多可怕的事情 大家看 多可怕 整个黎巴嫩 变成 人间炼狱 到处都是 倒地的人 肚子受伤 腿 放在口袋里面 腿部受伤 BBB想拿起来 脸部受伤 头被炸掉 到处是 血淋淋的 可怕景象 每个地方 受伤的部位 都是不一样的 连伊朗 驻黎巴嫩大使 阿玛尼 居然 也被BB Call 给炸伤掉 老师 你现在描述了 这个场景 导播我们继续看 这个画面 换句话说 你如果放在你的 衣服的 上衣的口袋 你发现 它发烫了 你低头一看 下一秒 它就炸开 连这么简单的 一个三秒钟 都在摩萨德的 剧本里吗 我跟妳讲 摩萨德 太厉害 太厉害了 他这次 为什么这么精准 他只是五千枚 BB Call 居然现今 十一死 四千伤了 这么精准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大家看 现在死亡的十一人 居然出来 导播一定要照一下 这十一个人 都是真主党的成员 他是精准 斩首 精准 所以死的 都是真主党的成员 BB Call 第一点 精准到不行 第二点 更厉害的就是 他在爆炸之前 他会发热 发热的时候 你就会拿来看 为什么会发热 对啊 砰一下就把你炸了 第二个 他会发简讯 重要简讯 你就拿来看 对 砰一下就爆炸了 第三个 他会发BB声 是 BB声 砰一下就爆炸了 所以你看 这是在市场 拿出来看到没有 对 你看 有BB声 各位可能影片上 你听不到 这个是有那个 BBBB的声音 有响的 戴帽子那个人 对 砰就倒在地上了 所以 整个 好 现在5000枚 BB Call 爆炸 导致什么 医院 根本 来不及 收容病患 整个 你看这个也是 柜台 这个人手机也响了 这边手机也响了 整个手机 他都响了 可能你听不到 你看他拿手机 每个人都在想 所以 所有的医院 现在黎巴伦 都已经紧张得要命 救护车 整个街道上 都是救护车 好 现在有两个问题 是台湾人 比较关注的 第二个问题 罗萨德 怎么做到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都说 手机会发烫 因此专家 包括了这个 有约时报都说 是这个 摩萨德又有一种遥控 让那个锂电池 发烫 过热之后 锂电池爆炸 所以每一个人 都会觉得热 锂电池爆炸 但是 但是现在第一个 这个说法 居然被戳破了 你知道为什么被戳破 为什么 BB code不是用锂电池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 让锂电池发烫 我问你 那它是用什么东西 那还有什么可能 它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个 三号碱性电池 对啊 好 三号碱性电池 好 那第二种说法又出现了 第二种说法说 它在这个三号碱性电池旁边 就在旁边 放了一个 这个26公克到56公克的一个围形炸弹 然后它用遥控把它遥控爆炸 但这里面又有个问题 5000枚BB code 在旁边放个围形炸弹 那是多大的工程 不是 没人发觉吗 对啊 我BB code故障 5000个人都不知道 不是 我要换电池 都没发现 不可能啊 我要换电池啊 而且你检验也要通过啊 对 那难道都没发现吗 好 第二个 讲法又不通过了 第三个讲法实现是最新的讲法 它是在电池里面 注射了一个化学混合液 里面有一种炸药的药粉 然后又把它引爆出来 好 老师讲到了今天最重要的一条线索跟线头 等一下我们要顺藤摸瓜摸进去 到底这个炸药杀伤力有多大 过去摩萨德 他们用过这个去执行他们天涯追索 杀人的这个暗杀任务吗 德亚老师要来告诉我们 今天最重磅的先回答我们的问题 这个BB code一翻开来看 看到没有 这边都会有索引 都会有八扣条码一扫过去 居然来自于台湾 没得引台湾 在这里 没得引台湾 没得引台湾 它是细子的一个 金阿波罗 金阿波罗细子的厂商 这有36个人小厂商 哇 这一下不得了了 好 结果老板出来一讲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 他说三年前有一个奥地利人 叫Tom Tom的公司说 我很喜欢你产品 我变你代理商 好 他就把代理权给了Tom 结果这个Tom有一天说 我发明出新的BB code 我贴你的品牌好不好 他说OK 好 你贴我的品牌 我就怀疑这个Tom 是摩萨德的 等等 如果他是摩萨德的一个奥地利人 来我们这个地方谈授权合作 那是三年前的事情 你是说摩萨德为了狙杀真主党 可以这条线布了三年 我告诉你 现在只有我大胆地说 这个Tom是摩萨德的人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这样讲 这Tom取得这个BB code授权之后 他瞒天过海 你知道他做件事 什么事 BB code的工厂 设在哪里 在哪里 泥巴论 工厂设到泥巴论有个什么好处 不必经过海关的检查 全部都不必检查 工厂直接设到泥巴论 我问你 泥巴论工厂生产的 你会不会怀疑 不会 你会不会觉得它有问题 不会 我国内生产的会有问题吗 设在泥巴论 所以生产以后 它在里面注入了化学 炸药在电池里面 天衣无缝 我起鸡皮疙瘩 今天如果你来这边要 授权是三年前 步了这么长的线 最后在黎巴嫩这个地方 设了所谓的BB code工厂 然后贴的是台湾的标签 你不是借刀杀人吗 我第二个疑问是老师 他为什么要从BB code下手 而不是手机 手机不是更多人用吗 大家都知道 手机是网路 网路来 以色列的电子通讯 太厉害了 它入侵网路 我告诉你 嗨进去 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不能用手机 那各位要知道 BB code是什么 是无线电 无线电频率 那个就没办法拦截了 网路就很容易入侵 所以他们知道 以色列太厉害了 所以曾祖党不用手机 智慧手机 全部用BB code 就让这个大布局 三年前就开始布局 取得我们台湾的logo 然后带黎巴嫩工厂生产 全部都埋伏下 先取得你的信任 这一批五千枚 前面出都没有问题 这枚五千枚新出 新出来了 新出来终于在那边 一系点爆 这个波台湾绝对不能背 无端卷入了中东 最血腥的互相杀戮 刚刚老师埋了一个梗 你说到底摩萨德在里面 增添了什么 动了什么手脚 可以造成 四千多人轻重伤 超过十一个人死亡 这么可怕的一个杀戮呢 所以我们在本节目给你解密 你可以上网去查 刚开始所有的媒体都说是 锂电池爆炸 现在确定它不是用锂电池 它用是三号碱性电池 第二个连纽约时报都说 它在旁边放了一个小炸弹 那我先给你讲 小炸弹会被检查出来 锂电池你要换电池 你不知道有小炸弹吗 那要藏在哪里呢 第三个就是 它用锂化合 这个混合物进电池里面 那主要成分是PETN 是 它是最稳的 很简单 大家知道我们平常讲 叫TNT对不对 对 TNT是黄色炸药 对 PETN是白色炸药 各位看 白色粉末 对 PETN它六公克 就可以把飞机机身 炸出一个大洞来 是 这鞋炸弹的多绝 他把这个PETN 藏在鞋跟里面 他故意穿个很厚的鞋跟 把它放在鞋跟里面 他就说 这是盖达组织的成员 注意看 他在那边点 在那边点哦 然后乘客就给空中校也说 有烟味 有烟味 他就跑去看 一看他在点火柴 他很干什么 他点火柴 这很危险的 你过海外 不能点火柴 好他就不点 过后又有烟味 空中校一看 他又在点火柴 然后在点鞋子里面的东西 太奇怪 鞋子有什么呢 就是 这更厉害 你晓得吗 他带了300克的PETN 在鞋子里面 所以他叫鞋子炸荡客 他带了鞋跟里面 好我先又问你 他为什么又点不来 这家伙有脚汗症 是 他紧张 脚一直流汗 脚的汗水 把那PNT跟乙性 又给潮湿掉了 所以美国人两次 都为了潮湿 逃过一劫 时间点多敏感 911刚刚结束的 一个敏感时间 还好 没有让他恐攻成功 不过 如果照马老师讲的 这是三年前 布了一场这么长的局 然后想利用台湾的这家 金波罗公司来借刀杀人 我们是绝对不肯的 谁犯的错 谁要负责 摩萨德 你回头来看 他可以布三年的线 为了要拘杀真主党 你就不难理解 他居然可以花两个月的时间 慢慢给你 毒压膏 毒压膏 毒到后来 你一下子毒性发作 七孔流血 我在电视上 讲了超过100次 摩萨德 摩萨德真的是 天下午 最厉害的一个 情报杀人组 拜托 饶我一命 我刚才说 强烈怀疑 Tom 就是摩萨德 在台湾 运用我们台湾的公司 好 大家看 哈马斯领导人 史英成名 当作说 第一个 是武装直升 无人机把他打的 对 第二个 又说远禅 飞弹把他打的 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是 知道他的位置之后 他的房间里面 全都布满炸弹 知道他位置之后 远空遥控炸弹 棒一下就把他炸死了 你的意思就是摩萨德 摸进了史迪 伊朗的境内 到他们的国宾楼里面 去埋炸弹 这就是你讲 这摩萨德多厉害 第一个 你要进伊朗 要进他的国宾旅馆 要进他的房间里面 要把到处都 弄了炸弹 还要知道 他在哪个房间里面 哪个地方有炸弹 精准地把他炸死 好 那最厉害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 各位 我要给你介绍一个案件 这个人叫 这个人叫 瓦迪哈达德 他策划了 恩德培 结晶事件 各位要知道 恩德培 机场结晶事件 是以色列摩萨德旧人之 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好 那当然 我告诉你 在以色列字典里面 你敢截我的记忆 你只有一个后果 死 死 好 但这个人呢 他把自己 保护得天衣无缝 完全不能动他 就跟这一次 的BB Code世界一样 是 摩萨德搞清楚 他热爱吃一种巧克力 一定要买这种巧克力 以摩萨德呢 他就去制造这种巧克力 在里面放毒 那毒 他这么 他放一个是 非常非常非常 慢性的毒 这毒是检验不出来的 他不会一下 把你毒死的 要让你慢慢吃 吃了 也不会马上发作 那你不会发现 而且还没完 他又把另外一个 引诱这个毒 发作的慢性毒 放在他的牙膏里面 牙膏我天天要刷牙 你要知道 他喜欢用什么牙膏 你还要让他 买你的牙膏 然后你还要把这个牙膏里面 毒检测不出来 就他用两种 毒互相 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 两种毒会互相诱发 对 诱发 你知道用了多少时间 才把他毒死吗 半年后毒发 他可以等半年 等半年 让毒性在身体累积半年 对 累积半年 最后被毒死 完全暗无声息 我告诉你 要不是以色列 把他公布出来 到今天 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瓦迪哈是怎么死的 就想这一次 BB Code事件 如果Tom 真是摩萨德的特工 他居然以色列 从三年前 就开始看中 我们中华民国的厂商 就开始布局到今天 多么的可怕 除了金控合并的霹雳火 再来我们看到台积电 一个人的江湖 更孤独了 Intel刚刚宣布 将分拆IC设计 跟晶圆代工 准备甩开代工 这个脱油瓶了 以后 只会更依赖台积电 打不过就加入你 最近其实你在这个 社群软体上面 常常会看到 有人在跳这个 所谓三振舞 非常非常火红 对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这个 跳三振舞 这个南韩奇亚虎的 这个拉拉队的李朱颖 最近传出来说 很有可能来到台湾发展 但其实老实讲 因为目前都还在 传闻当中 结果没有想到 大批的韩国网友 非常不满 不满到什么程度 居然有人去学中文 因为学中文是想要 跟中国或跟台湾 更亲近吗 不是 他们学中文干嘛 在网路上 攻击台湾的球迷 所以他是 学中文是为了 在网路上跟你比赞 但问题是 你今天要比赞这个 老实讲 因为目前是这个 传闻而已 可是台湾网友 怎么可能吞下这口气 他都讲说 天啊 你这个什么 拉拉队发展 都各自的这个 生涯规划 而且你今天跟我讲说什么 台湾用钱挖走 你们的拉拉队 他就有讲说 你韩国不是之前 也用钱挖走 我们这个台积电的梁梦松 结果你那个 三星的半淘寸技术 也是因为梁梦松去的时候 才把你的整体的这个技术 往上带动发展 所以你今天到底 是要批评些什么 所以你会看到 怎么一个拉拉队女神 会让他们气急败坏 实在是因为 南韩民众 民族的自尊心 真的因为他们的荣光 三星被台积电打趴 压在地上 吞不下这口气吗 其实老实讲 在商业竞争里面 也不是说我要打趴谁 或你要打趴谁 你就可以做得到 还是市场竞争 所以韩国媒体 其实当时针对 这个三星发展的现况里面 他们就曾经做过报道 他说什么 他说之前 像这个所谓Intel 跟Rapidas这些公司 他们本来在这个 所谓半导体产业里面 也遇到一些问题 可是他们原先是说 透过美国跟日本政府的 资金是这样 本来想说 我也可以发展代工业务 但问题是 他们这一块没有做起来 那没有做起来的时候 本来韩国媒体也认为说 三星你应该在这个阶段里面 你要逆势上涨 对啊 我趁着美日二奈米 你做不出来 这个时候三星 把人的心拍就是我的快乐 这个时候三星 不就应该趁机摸进去吗 但问题是韩国的媒体 他做了一个评论 他说三星根本没有 把握好机会 所以到最后变成是什么 你知道 只有台积电在市场上面 不只是他所谓的 制成的技术 还有在整个商业运作上面 变成是遥遥领先的三星 好 再来就是我破题 跟大家报告形容的 台积电在整个晶圆的市场上 一个人的江湖 更孤独了 其实我们现在 大家最热门的 在这个三星产品里面 最常听到就是AI 对不对 那AI现在很多人觉得说 我的手机或什么 用AI这些东西 可是你知道吗 台积电现在已经吃下 安膜架构处理器的这个订单 那未来呢 现在大家估计说 2027年 如果那个时候 开始上市的这个笔电 75%都将配备 先进的深层式AI的功能 所以当台积电吃下 这个安膜架构处理器的订单的时候 他就反而变成是 AIPC的最大赢家 他通吃了 那你这一通吃下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哇 台积电赚饭 但我们很早以前 跟观众朋友就说过 台积电永远都不是那种 你看得到的 他只赚这一块 因为什么 他的眼光都往后放好几步 你知道吗 他现在传出来台积电 准备提前 生产2奈米的晶片 2奈米这个东西 很多人就觉得说 指纹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为什么 良率很重要 结果他说没有 预计在明年 iPhone 17的这个上面 就会使用到 所谓的2奈米晶片 真的假的 苹果已经包下了 明年2奈米的所有产能 通通要倒向 iPhone 17的时候 台积电 他的新挑战也出来 他现在从FinFeed 跨入新的领域 所以已经不是 他一个人好 大家好 他是要联合 大家一起好 台积电闷的那些供应链 要跟着强起来 他们才可以 把2奈米做得好 又有耐用 才能把良率拉起来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台积电 很多这个布局 可是对于三星来讲 三星其实也不是 完全没有动作 你知道吗 你知道外媒 其实曾经有报道说 三星已经获得 为美国无晶圆厂 晶片设计商 他们这个制造 2奈米晶片的合约 那代表是什么 你知道 其实很多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会说 无晶圆厂的这个产生 因为很简单 代工我就给人做 我何必自己搞这些东西 如果这样子来说 三星获得 2奈米晶片的这个合约 对他来讲 应该也很有赚头 所以我3奈米 做不过你台积电 我2奈米你看 你有Apple 我也有订单 我弯道超车 但问题是 能做出来是一件事 能不能量产 那是第二件事情 量产的门槛非常高 其中最大的问题 就来自于 良率的这件事情 那你知道吗 现在对于三星来讲 2奈米的制程良率 目前大概只有 10到20%左右 它代表是什么 那代表是我可能 品质供应 大概第一个不是很稳定 第二个是什么 我的价格就压不下来 成本价格压不下来的时候 你在市场的竞争力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现在传出来 三星很有可能 在他人员的部分 还有他整个设厂的规划 开始做一些布局跟调整 比如说传出三星 开始将人员 从美国德州 泰勒工厂这边 移转出来 那事实上 在这个地方 他们本来是计划说 这一个叫做 泰勒工厂的这个地方 要作为这个三星 4奈米以下 还有呢 这个制程技术晶片的 这些所谓的关键设施 但问题是 原先预定在 2026年的时候 要进入投入产能 现在这个进程 已经被推 已经这个往后延了 那你往后延 延到什么程度呢 不知道 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这样形容说 一个人的江湖 台积电会更孤独 这边甩掉了三星 另外不是要有Intel吗 Intel最近才刚刚宣布 他们要分拆IC设计 跟晶圆代工 这是不是要把代工 打不过台积电的 这个投油瓶给甩开 以后会更依赖台积电呢 其实台积电 三星跟Intel 在半导体的这个世界里面 大家都是强劲的对手 台积电也从来没有小看这些 为什么 他们自己有 他们生存之道 比如说Intel在最近 获得美国晶片法案里面 他有一个就专门针对Intel 说我拨款给你30亿美金 你知道 他要干嘛 他跟你说 他跟美方的美军 来进行合作 做什么安全领地的 微电子产品 听起来很厉害 他帮他做什么晶片呢 简单说什么叫做安全领地 就是说我今天在国防供应链上面 所需要的这些晶片跟半导体的东西 我要确保我的供应链 供应无余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封闭式的 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我获得了这样一个合余 就代表是 你最少这个饼不担心被人家吃走 那美方也觉得就是说 这样对我军用的东西来讲 我不用担心说 我受制于他人 但问题是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对Intel真的是个好事吗 因为外媒就开始分析说 Intel你今天 你做一个商业的市场 你应该跟商业去进行竞争 结果没想到你最大的单是来自于美军 你靠国家养了 那你的竞争力在哪里 老实讲给国家养不见得是个坏事 但问题是 你今天是商业 你就不断要推陈出息 你卖给国防部的时候 很多人就讲说 你知道对军工产业来讲 他要的不是最先进的 他要的是非常成熟的产品 而且他要稳定 为什么 因为我一个规格开下去 我很有可能东西一用就几年 十年 二十年 这样用下去 这个例子在其他的美军 先进的战绩上你也看得到 而且这个是在空中 在水底的毫秒之间 晶片要的是稳定 你刚刚提到总结 我不是要跟你拼5奈米 3奈米 2奈米 那个最前沿的技术 我要的是成熟稳定的供出 所以举个例子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像美国的F22战机 算是很先进了 对不对 它的处理器是多少 你知道500奈米的 是 F35它的处理器 也是90到65奈米左右 甚至上火星那个毅力号 也不过就之前才刚上去 你知道他用的制程是250奈米 所以话回来了 你这样告诉我说 F22 500奈米 F35这么厉害的引擎战机 90奈米 更不要讲毅力号火星车 换句话说 这些极为成熟 几个世代之前的晶片的生意 难道 Intel沦落到只能接这些单 只能靠国家养吗 没有 事实上在9月16号的时候 Intel就宣布说 他们要让他们晶圆代工事业 独立成为所谓的子公司 也就是不要大家大集团都绑在一起 而且你知道他当时的讯息是说 他们这个只为子公司的话 会拥有自己的董事会 同时也可以引进外部的资金 他的执行长 季辛格还讲说 我告诉你 这是Intel四十多年来 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型 但问题是来的 你知道吗 你的法人居然就讲说 Intel晶圆代工业务 如果你今天就用这个方式来切割 很有可能会更需要去仰赖 台湾这边的半导体的业者 这才是重点 所以说整包 什么切割 什么分 各自独立 兄弟登山 其实根本就是 金元代工这块你认怂了 爱是设计你还有饭吃 金元代工你拼不过台积电 你把它分割出去 甩掉了投票屏 你止血了 可是以后你也会在台系的 半导体厂的业者更依赖了 那因为你的设计的部门的这一块 因为老实讲 因为台积电已经往前走了 很大一块步 所以你今天如果把它给分割完了之后 你的各自独立下来之后 法人就认为说 很有可能会变成是 你的高阶制程的东西 反而因为这样把商机 推给所谓的台积电 甚至你成熟制程的东西 因为我高阶都能做 我成熟的更不是问题 那也有可能导致 你今天原来的供应商 会觉得说 那我这样子 我也可以跟台湾的这边 这个供应链 来做紧密的结合 对Intel来讲 不见得是个好事 大家一定很好奇 曾几何时 为什么Intel下滑得这么快 它之前金元代工 也是强强棍的 原来关键跟PlayStation Sony的一张订单 误判直接相关 其实你想 寄星格为什么要做出 这么大的决定 他之前写给员工的信 就讲说 其实是因为 整个Intel的成本太高 利润率太低 而且这个真的是 他在整个商场上面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Intel在过去一直坚持 所谓的自己制造晶片 那你自己制造晶片 你就有很多成本的问题 时间的问题 你会卡关 所以他很坚持 从最上游的IC设计 到再来IC制造 他都要一把抓 绑在一起 能赚钱到好 要是多了个脱油瓶 你不是被拖下去了吗 而且还有就是AI的东西 事实上日新月异 一直不断的在改变 所以你还在研究这个的时候 人家研究出来了门槛 已经在创造下一个门槛 所以他永远都在追赶的状态 那之前就是有一个 2022年的时候 本来那时候 那个PlayStation 他们要催出这个游戏机的时候 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晶片的部分 那时候传出来讲说 英特尔很有可能会抢下这张单子 对英特尔来讲居然是 老实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振奋 结果没有想到他输了 为什么输了 这输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原先这个业务单 是有大概300亿左右 但问题是因为他的价格太高 他们在跟PlayStation 在谈这个所谓的价格的时候 因为成本的部分一直降不下 所以这个单到最后是怎样 你知道根本没有抢走 他反而自己楼舍这张单子 那所以他现在说 我要把我的事业体 什么东西给切开来 可是外界更质疑的是 你的设计跟你的制造的部分 你设计已经不如人了 你的制造有可能会比别人好吗 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有点出现 窝里反的状态 因为他们自己家里的 这个所谓的设计部门 居然把什么 把高阶产品的部分 交给台积电生产 所以这对英特尔来讲 你本来说大家绑在一起 你觉得loading太重 结果你一切开之后 反而给大家更多分家的这个机会 那英特尔未来如何在半导体里面 再占有现在能够占有的市场版图 可能对外界来讲 都会高度关注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CAMONCAM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Ils M